我們三年公司 我不愛做啊 你可以嗎 我可以到這裡好 墾丁往高雄左營方向的墾丁塊線上 乘客和駕駛吵了起來 因為駕駛被質疑 欺負觀光客 太多旅客說你們9189的司機 就是那麼惡劣啦 欺負觀光客 我就是墾丁人啦 我沒有欺負觀光客 你剛才跟別人說 那大哥沒有說我就不能上車了 對 我沒有講命 你就不用他上車啊 客運上 女乘客帶著孩子語氣無奈 她剛剛在墾丁排樓 和其他當地人一起等客運 烈日下大家都上車了 她站在車門邊問了一句 車子有停恆春轉運站嗎 沒有想到司機請她和孩子等下一半 這道控訴對觀光客態度差的客運 往返高雄到墾丁 一共有七個站點 兩個小時車程票價約四百 還受到當地人青睞 警察歌手林鴻明 只要放假回屏東就會搭乘 沒有想到搭了兩次 兩次都遇到司機對外地人不友善 其實都態度非常惡劣 都已經9189 台東會紅 台東高賣高賣 預約會直接到左營高鐵的 所以他會優先先讓左營高鐵的客人先上 設一個固定的SOP 可以駕駛員去應對旅客 然後這駕駛員會回母公司 在針對禮儀上面 在那個不要做那麼激進的發言 遭到質疑故意欺負觀光客 客運業者換家 說是替預訂乘客保留位置 必非刁難 但是看在熟門熟路的在地人眼中 客運駕駛的態度不佳 不禁讓他們擔心 肯定的觀光背負臭名 三立新聞黃志忠朱俊傑 朱宇榮綜合報導